大家好,我是肖艳如花,妖戏是闪电的小闪 今天带大家看一部日本遭遇接连灾害即将沉没的电影 日本沉没 日本地震频繁,很多地方都遭受过地震的摧残 下面是地震后的大板麦凉京都明古屋 这些繁华的城市顷刻变成了一片废墟 电影开始时,日本刚刚发生了地震 一个美国科学家经过勘测后提出 由于太平洋板块的运动 引发了强烈的地震和火山爆发 日本将有一半的概率会在30年后彻底沉没 这番惊人的言论引起了日本首相的担忧 于是他决定让短发女担任危机处理大城 并且带着卷发男一起勘测 卷发男带着自己的两个助手小甲和小蚁 潜入了几千米的海底后 发现海底出现了很多噪气 他又用装机探测了地面7000米以下的情况 发现地震正在进行剧烈运动 卷发男把探测到的全部数据输入计算机之后 得出的结果令人大吃一惊 日本将会在338天之后彻底沉没 卷发男愤怒的发狂却毫无办法 第二天 卷发男告诉首相 地面下的照气导致了地壳运动的焦快 日本可能不到一年就会彻底沉没 随后短发女紧急制定了拯救国家的方案 首相看过之后决定亲自去中国寻求帮助 没想到首相的飞机刚刚起飞 日本北海道就发生了大地震 接着又引起了火山爆发 熔烟滚滚 红烂滔天 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飞机也受到了熔烟的强烈干扰 引发了严重事故 首相和外界失去联系 下落不明 受自然灾害和首相失踪的影响 日本国民陷入了强烈的恐慌 全都疯狂冲进超市哄抢食物 日本经济危机爆发了 随后日本临时首相为了安抚国民 缓称日本还有5年才会沉没 并且宣布政府已经找到了避难所 将会给大家办理移民 后来世界各国纷纷派来的军舰接送日本难民 大家都开始欢呼雀跃起来 然而日本难民的大量涌入 造成了本国居民的不便 并且引起了当地人的强烈抗议 与此同时 日本临时代理首相准备把国保献给美国以寻求庇护 短发女却强烈抗议这一举动 日本临时代理首相却表示 现在已经死亡了3000多万国民 以后还可能死亡7000多万 一亿的国民危在旦夕 不需要寻求新的避难所了 无奈之下 短发女只好去恳求卷犯男的帮助 希望她可以找到拯救日本的方法 于是卷犯男提出了一个计策 通过利用爆炸物引爆大陆板块 迫使日本大陆和运动的地壳分开 然后阻止日本的沉默 随后短发女向各个国家请求帮助 各国很快派出了舰艇帮助日本向深海打孔 在卷犯男的引导下 助手小甲开始向深恐投放炸弹 结果却意外遭受泥石流冲击 潜艇在深海发生了爆炸 助手小甲牺牲了 另一个助手小宇准备带着女友逃亡到英国生存 但消防员女友却不忍心抛弃同胞 毅然决然留在日本帮助有需要的人 小宇被女友的善良和代义感动 决定陪女友一起留在日本帮助同胞 后来小宇驾驶着老潜艇接替小甲没有完成的工作 她成功引爆了海底的所有炸弹 但却在炸弹引爆时牺牲了 小宇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数万人的平安 因为炸弹切断了日本大陆和运动地壳的联系 火山停止了爆发 地震也不再发生 挽救了日本沉没的危机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你应该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否则灾难来临的时候 你将会产生无限的遗憾和悔恨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关注闪电电影解说轻松看电影